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能够在什么,在那个星号前面加上空白 那空白的规则呢,第一次是总共13个字元 12个空白加一个星号 再来是11个空白加两个星号 所以它基本上那个规则我知道说,它是颠倒过来 12一直到0 个什么呢?空白 OK,那所以呢,其实这个空白也可以类似刚刚的星号 那只是说写在哪里,那应该是写在星号的前面 所以呢,星号的前面在哪边输出 那就是在这一行程式的上面 那我们可以怎么,把它先做print print什么呢?后面的话你可以加上一个空白 那空白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双引号之后中间加一个空白 那也就是说我要输出一个空白,目前是一个空白 可是这边应该是先输出的啊,12个空白 所以呢,如果你要输出12空白的话 那后面的话就乘上什么,12嘛 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你现在是12的话 那等到下一个的话,应该是变11 也就是说呢,越来越少 那有什么方式啊? 可以什么呢? 利用现有的变数 也不用说另外再增加一个变数啊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除了一个for i 之外 可能还有什么for i 之外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for i 之外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一个几个星,你可以用什么? 用13去减 颠倒 因为我一律啊 我总共的那个资源的数量 就是13个 因为这边的话,当然一个星号 前面就是要补12颗星 那如果两颗星的话呢 那因为补完之后一定要13 所以再补11颗星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3去减 3减掉什么呢? 3减掉i就好了 也就是说呢 当我i等于1的时候 那减掉1就变12 所以第一次是12个空白 那下一个的话 能到i等于2 13减掉 那就11个空白 对,没错 那这样的话 记得一定要先什么? 先减了之后再去乘 所以记得这边一定要加个瓜糊 如果你没加瓜糊 那就一定会出错 OK 好,那就是用13去减 好,那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把它执行的话 各位有发现 好像这个星号有没有出现呢? 其实星号是有出现的 只是说因为折行的关系 这边的话12颗星 然后呢 被换行了 换行后就是一颗星的话 本来应该是接在它后面 那因为Print本身 我前面一直强调 Print本身呢 后面一定会带一个换行 所以会把一颗星拉到下面去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避免那个 就是换行的这个动作 这个好像我前面有写过 我们有写过类似的 如果要让Print不要换行的话很简单 请你在Print的这个最后一个参数 记得刮虎里面加一个斗点 end等于没有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前面讲过了 就是说请你把什么 把这个空白的后面这个换行帮拿掉 那拿掉之后的话呢 在后面再加一颗星 那底下都一样 这个不要换行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 尾巴那个换行不要帮我加哦 那我们来试一下哦 这样执行 各位可以发现 执行完之后的话呢 那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12个空白一颗星 11个空白两颗星 好意思可以退 那当然到这边 剩一个空白 最后是没有零个空白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就完成了 那个就是正向的 这个所谓的靠左的一个三角形 那如果你今天要怎么 颠倒反过来的话 哎 其实反过来的话呢 这个跟 这个有有有有点 有点像 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 把这边 改成这样子 那4B的话 应该是 先改下面这个好了 我们其实应该越来越 越来越少吧 所以呢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跟刚刚一样 颠倒嘛 倒过来就13 倒点 记得是什么 他应该在1的下一个就0 停下来 然后13 12 一直到1 然后0就停下来 OK 那倒点 后面记得一定要-1 OK 因为如果你没有-1的话 那很抱歉 哇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会越越越多 预设是1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13 对13颗星 那再来底下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公式带进来的话 那也就是第一次 他 颠倒过来 现在13 13的话呢 那就13-13 就没有 所以就不用加空白 再来就12 12的话加一个空白 意思呢 应该这样都OK了 所以颠倒过来 其实只要改range就可以了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三角形做输出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三角形的部分 前面再加上空白 记得哦 这边一定要把后面这个换行拿掉 否则的话 他会一直延伸到右边 OK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